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约书亚记七章十一至十二节 十九至二十一节 二十四至二十五节 以色列人犯了罪 违背了我的药 他们偷了我吩咐要分别出来 献给我的物品 他们不紧偷窃 万为这事杀方 把东西藏在自己的财物中 这就是以色列人 要在他们的敌人面前 溃逃的原因 如今以色列自己 被分别出来 遭毁灭了 除非你们把你们当中 那些要分别出来的 当灭之物毁灭掉 否则 我不会再与你们同在 约书亚对阿干说 孩子呀 要把荣耀归给上主以色列的上帝 就要说实话 你要认罪 告诉我你做了什么 不要向我隐瞒 阿干说 没错 是我得罪了上主以色列的上帝 我在战利品当中 看见一件美丽的巴比伦外婆 两百个银币 和一条重约半公斤的金条 狠想把他们据为己有 便拿去了 这些东西藏在我障逢的地下 银子埋在最下面 约书亚和全体以色列人 把阿干 亚干、银子、外婆、金条 阿干的儿女、牛颅、绵羊、山羊 将缝和阿干拥有的一切 全都带到阿葛谷 约书亚对阿干说 你为什么要给我们带来灾祸呢 现在上主把灾祸降在你身上了 所有以色列人 就用石头打死了阿干和他的家人 焚烧了他们的尸体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一人犯罪,牵连一家 现代的法治精神是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但是现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阿干探爱眼前的美物 违背上主的吩咐 使得同族有三十六人死于敌人手中 罪从一人的贪念 颠污了整个群体 一个人不自杰 上主就不再与他们同在 这个给每一个家庭很大的提醒 当你贪求小小的利益 在买卖找钱上不诚实 就是将贪念带进小朋友的心 仲下万恶之根 当你贪慕名利 一心望子成龙 仲美其名是为子女将来着想 就是将拜别神的行为 带进小朋友的心里面 使他们仇苦增加 当你罔顾法己 或者门碎 或者以权谋私 就是将不忠诚 带进小朋友的心 使他们轻看罪行 当你为了满足一己的私欲 发展分外情 就是将不忠诚 带进小朋友的心 使他们轻灭上帝 设立的婚姻 上帝是公平的 罪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 义也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 上帝因为阿伯拉罕 祝福祂的后裔 亦都因为阿干 而使以色列人败忙 让我们重视自杰 让一家人得与上帝同在 让上帝的祝福 延续一代又一代 原来罪的恶果 不是一个人能够承担的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